我都已经猜到你们要说什么了 是不是说让我别开头 不可能 我最近真的是灵感迸发 就是画的每一个妆 我都觉得是我最近画的最好看的妆 今天真的是温柔爆表了 然后这个妆呢 就是那种很有复古滤镜感 就你拍出来绝对秒杀某音 然后其中呢 有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 放大双眼的一个眼妆画法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开始吧 喂 喂喂 能听见吗 能听见吗 之前很多包表 是我上一个视频录的 最后有点犯困 让人觉得 所以我得及时整改啊 听从大家的意见 让咱们今天就得揍起来啊 一个个的状态 起来 二呢 我先上了一个精华 然后遮瑕我换了一个新的盘啊 是Cinema Secrets的这一盘 这个盘的颜色会比较偏黄一些哦 尤其是中间的这个颜色 你就把这两个颜色调一下 你看这两个颜色就特别的适合遮黑眼圈了 我看这个后边它说它是foundation 那应该是粉底啊 其实它不是一个遮瑕 当然以前我们老师都是用它遮瑕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能用来遮瑕吧 当然这个盘子现在好像换了新版 但是新版没有这个旧版好用 我这个旧版还是跟朋友买到25的 然后痘痘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最浅的颜色 我这个脸真的是一会儿好一会儿赖 太看心情了 这是一点面都不给 我还行呢 就不能赶着我出妆教的时候 稍微好一下嘛 真是 谁会挖的Boss 然后粉底液呢 挑一个持妆的 就我看他们那个一开滤镜的 那一个个皮肤好的 就跟那个蛋清一样 我这辈子真的是没服过谁 就服皮肤好的 哎呀羡慕啊 然后粉底液呢 用的是我之前已经用过的 Color Studio的本色持妆粉底液 我还是像之前一样啊 就是N102和N103一起用 这个推开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顺滑的 一个奶油质感 就延展性很好 我还是啊 就是N102涂内轮廓 然后03的话涂这个外轮廓 还有这种瑕疵比较重的位置 然后推的时候也是先推内轮廓 这个02就是很白 特别的深的提亮 然后你在纸上敲一敲 把这个多余的给粘掉 再去推这个外轮廓 这样的话就不会串色 像我这个瑕疵位置比较重的 我就用这个深色的去加一下 深色的粉底液的话 它遮瑕力度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它不会透色嘛 反正这两个颜色的话 就是都比较适合中性皮 然后我头这边 靠去发际线的 用深色 这个上脸之后不会很厚 因为我是混油皮 然后又是痘肌嘛 所以就不能找那种很厚的 容易焖痘的 这个的话就不会觉得焖痘啥的 然后这个的遮瑕力度也不错 给大家禁一点看哦 就是这半遍是用过的 这半遍是没用过的 因为这边的话会有那种 很泛红的小点叉的 就是肤色不太均匀 这边的话就比较干净 然后我们把这半遍也上了 我这边的小气特别太多了 而且现在春夏了嘛 底妆最好就是选这种 比较哑光雾面 然后持妆力度比较好一点的 要不然可能就会油光满面 尤其是到晚上 脱妆会比较厉害哦 这一上脸之后就不会泛油光 你看 现在就是没有用散粉定妆 它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哑光雾面的一个感觉哦 就比较干净这样的话 而且遮瑕也不错 就看起来但又不会觉得厚重 就不会觉得很假面的感觉 我是真觉得这个粉底液上脸之后 就是妆效是很干净的 而且持妆力度也还不错 就属于那种越久越美丽的那一种 好嘞 然后散粉用NARS的这一块定一下妆 我这一块都已经用成铁皮了 我还是先把眼下着给定一下 我最近泪沟什么的好明显呀 我还想跟你们咨询一下 看看那个热马鸡你们有没有人做过 要是有做过的话 小宝贝给我留言呗 等我说一下后续效果咋样呗 我对这个真的好感兴趣啊 就很希望自己一做完 整张脸哗就上去了 然后下次的这个位置 给我按压一下吧 我后半身最大的追求 就是希望自己的脸 像镜头里这么美丽 为啥我就不能长成我化完妆这样呢 然后续装盘呢 还是这个NARS的这一盘 续装装比较浅的颜色 来修鼻子的这个轮廓这里 我好害怕到时候你们嘎嘎的给我留言说 大哥你这盘太埋下了 能不能擦一擦 我跟你讲的不懂 就是这种越有这种使用感的 你就越觉得哇塞 金点 牛X 你像那种绘画盘啥的 不就所有的颜色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一定是 这是个高手 我就要把我所有的盘子都用出大师缝范 纹括这里可以修得明显一点 然后鼻子这里还是我之前那个换鼻术 那个阴影修容 我最近真的是沉迷于假鼻子无法自拔 然后颧骨和下巴就可以用这种 比较深一点的了 然后呢就要修在颧骨的这个比较高的位置上 让脸型流畅一些 然后塞帮的这里 位置也可以比平时大 就是可以从这一直连下来 就是这个位置可以都贴满 你像那种复古滤镜里 其实修容都看不太出来 就是整个的显零小 脸杂小杂来 怎么感觉好像这么看起来脸真的小了一样 然后高光呢用Hourglass这个盘 用这个粉金色两个混合一下吧 然后在Lego的这个位置 让Lego看起来碰一点 然后还有这个小三角的位置 你们给老光看我画 你们得跟着一起啊 你们得支撑起来啊 我是真怕你们困呢 那么现在拿快板 早上起来 拥抱太阳 拍起来呗 到时候留言全都是18线博主 为了吸引粉丝 居然做这样的事 好了 现在大额大脸完成了 继续来画眉毛 先用这种棕色的眉粉 就把眉毛的这个轮廓形状给描出来 因为我眉毛实在是修得太干了 所以必须得用这种眉粉 才能画出这种野生眉的感觉 毛的颅的 然后眉峰的这个位置 是一个小三角的感觉 好嘞 然后这种豁口的地方 再用眉笔来填 就按照这个眉毛的生长走向去画就行了 然后再用眉粉去把他这个边缘轮廓 给弄得模糊一点 就不用太干尿 就要有那种杂乱感 他才有少女感 然后影影盘呢 是这个小猪盘 先用这个颜色 这个盘真的是贼好看的 这是一个比较肉粉色的 先用这个肉粉色大面积的去打底 范围呢可以大一点 两半也可以都过一下 边缘越软开就行了 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被人打肿的感觉 莫慌 下颜碱 也让它被打肿 你不是很怕被打肿吗 那就来加一个咖啡色 用咖啡色去压一下它这个肿 然后压一下眼尾的这个位置 还有鼻窝这儿 还有就是下颜碱这里 再丢丢 然后再用这个蝙蝠色 这个颜色会有点人鱼鸡的那个感觉 当然会比人鱼鸡色红一些 就把它涂在这里 一丢丢 就中间这儿一点点 哦 金光神善 看 然后你再从你刚才试色的这个地方 眉目了 这样的话你站下来的就是都是金系统 就不会有那个红色 打在眼尖这个位置 我怎么这么极致了 我觉得我天生就该干化妆 真是个人才呀 就直打眼窝的这个小括号 这样的话让鼻子看起来更深邃 然后用一下咖啡色的这个眼线笔 堆住眼珠 我觉得化妆界里边最丑的就是 画眼线和夹睫毛的时候 没有之一 好眼尾只向下拖一点点 让它清新脱俗 最后再来占取一下这个颜色 就是一个带着金闪的咖啡色 用它来压一下眼尾 然后睫毛根部 然后用鱼粉加在睫毛根部 就是最外边这个可以往下一点 逐渐向里是往上的 就是这可以离睫毛根远一点 但是这里的要近一点 明白这个意思没 为啥子要这么做嘞 看是不是这边已经变大了 然后夹一下睫毛 再刷一下睫毛膏 你看我就说刷睫毛的时候会很丑陋吧 然后在刷下睫毛之前呢 有一个小心机 就是用这种裸色的眼线笔 把下眼瞼 外框的这个位置 画一下 你看这样的话就像开了外眼角一样 然后我们再来刷下睫毛 就这个顺序一定不能乱 这样的话会比较干净 因为你一旦要是刷完睫毛了 再去画那个 就睫毛就没那么干净了 就可能乌涂涂的 你看这样即使是粉色的也会放大好几倍 也不会觉得肿泡泡的 然后先笑 好了那把眼睛剥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上腮红 当然在上腮红之前呢 我先用一下这个Hula 这个是有一点偏黄色的 然后一个修容 就是一个这样脸色 然后少站一点点 修到刚才颧骨的这个位置 可以比阴影 就是正常的阴影 再往前一点 就这样的话显着 很有那种复古的滤镜感 就要是你画了这个妆的话 你即使打了这么重的阴影 它也不违和 就不会觉得很奇怪 反而充满了气质 然后之后修容呢 是NARS的这块Dachivita 就跟刚才的修容接一起 打一个三角形的 然后再用一个蜜桃色 在面部中间 跟那个刚才的那一个混合起来 你像滤镜妆一般腮红都很重的 然后唇用呢 用的这一支 这个是YSL的10号色 我记得这个当时买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不好买哦 热门色号 这是豆沙色 然后很文艺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周围画实了不是太好看 我觉得画虚一点比较好看 我觉得这个妆真的是温柔爆表了 然后我想再加一点点的棕调 所以我就用这个 一个巧克力垂柚 点在正中间的位置 不用加很多 哇 我这样觉得这个妆 哎呦天 好看的爆表 好了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视频呢 就请一定都帮我转发评论 加点赞 来给一条龙杯 抱全感谢 我是Bony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